由宋一鸣所带领的一起发光教会 日前发文批评小甜甜的私生活有状况 对此小甜甜的许多圈内好友 纷纷在社群平台发声力挺他 最近还有一位自称是小甜甜好友的网友爆料 小甜甜婚后曾经被老公家暴 但是当时宋一鸣夫妻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竟然阻止小甜甜去验伤 劝他老公年纪还小 应该要原谅对方 还跟小甜甜说对方才打一次又没有打第二次 对此和小甜甜相识多年的林丽妃 暴怒在脸书发文写下 家暴林容忍 什么叫做只打一次没关系 如果是你女儿你会这么说吗 天文一出立刻引起许多网友共鸣 不少人也认为家暴动手就是不对 打一次没关系这种说法 真的让人完全无法认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